哈喽各位朋友们 下午好 今天啊 光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的一个朋友 开挖机的时候 在路边挖到的 然后挖到这个东西之后呢 他又挖旁边 又挖了几个小时 都没有发现 只看到这一个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光哥不是卖关子的 其实我们也不懂 所以呢 现在呢 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一下有谁认识这个东西 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当然 你这样子会看不清楚 我们也在网上查了一下 说的是什么什么蛋 还是什么话说 还是什么东西 反正是搞定不同的 所以呢 看一下有哪位网友 有需要的 或者是想要了解是什么的 或者你知道是什么东西的 欢迎给光哥留言 现在我把它拍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东西确实很奇怪 他拿给我的时候 我问他能吃吗 他是不能 就是这个东西了 黑色的这种 这种呢 就是泥土 还有 我们可以周围的看一下 我们就不猜出来了 因为这么珍贵的东西 我们也不知道是 其实等一下搞那个了也不好 是吧 把门再看一下 就这样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老板呢 他就把它就挖烂了一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里边 里边的话呢 就是这个形状的 就这个形状 有点硬 它的重量呢 并不是很重 应该是二三十克吧 你们看一下这纹路啊 只有一个哦 很奇怪哦 都没有多少哦 都没见过哦 这个东西啊 我觉得 肯定是一个宝贝来的 但是究竟是什么宝贝 有谁能够告诉掌门 有谁能够告诉我啊 啊 你们说这是什么宝贝 是在好深的地方挖到的 只有一个 嗯 就挖烂了一点 如果不来挖烂的话呢 它就 全部都是黄黄的 这个有点那个 你看这个纹路 一看就是一个什么单 圆圆的呀 好了 我们这期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啊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 等着你们的留言啊 然后呢 大家如果有这方面需要的话呢 想要的话或者是 什么样的话呢 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好吧 欢迎给宝贵的意见 给光哥 然后呢 我们的老板呢 也看了这个视频呢 好 拜拜啦 好 拜拜 好 拜拜